最近在中国的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次百年难得一遇的超级大洪灾 很多华人企业就开始纷纷捐款了 网友看到这些企业好心捐款之后就开始激动了 疯狂的买他们的产品 其中最出彩的就要数一家企业叫做红星尔克了 之所以这些网民如此激动 是因为华人这些商家在我们看来就跟铁公鸡一样 赚了钱之后永远只顾着自己享受 要不就是死了以后留下各种什么遗产纷争 很少能给社会留下一些什么 跟那些西方的那些土豪动不动就要捐出全部家产 或者捐出什么99%比简直差远了 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我是澳洲Henry 今天我想带你一起探索一下 这些西方的土豪 他们为什么如此乐中于慈善事业 动不动就要把全部的家产都捐掉 这背后的商业秘密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这次郑州遇到的水灾真的非常严重 而且来势关键是太猛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开始纷纷的投去了关注 其中最出彩的就是一家叫 红星尔克的体育用品的公司了 这家公司其实过去几年经营的非常的困难 每一年的亏损居然高达2亿 但是为了这一次的灾难 他居然一下子把账面里面的5000多万直接捐出去了 结果没想到网友给了他来了一次超级野性消费 第一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他们的营业额就已经超过了一个亿了 但是这次红星尔克的捐款 却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还有很多人说红星尔克是在炒作 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但是我们想一下 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件事情理性的地方 有哪家企业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 敢把自己账面上的6000多万里面的5000多万捐出来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网友 就是会对这种华人企业家非常的鄙视 非常的讨厌 是因为西方世界里面的那些企业家 他们在捐款的时候 动不动就是圈出全部的身家 我今天就给你探索一下 这背后的细节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华人企业家跟西人企业家 他身处的商业环境和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拿美国来讲 美国是一个纵收遗产税的一个国家 美国的遗产税 根据你最终的资产的等级 另外在身处的不同的州 征收一个不同的遗产税 但是最高可以达到接近50% 50%是什么概念 假设你是个土豪 手上有个2亿美金 然后你想一下 我这么多钱 传到我儿子的时候只有1亿了 然后再存给我孙子的时候只有5000万了 凭什么 这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于是他们就绞尽脑汁要想出办法 尽可能的少交遗产税 慈善基金就成了一个最好的避免 他们一下子交出很多遗产税的一个最好方式 首先如果你把你自己赚到的钱 放到慈善基金里面 就可以帮你减免 交纳大量的收入税 当年川普的爸妈 就有大概10个亿的财产要转给他 按照道理 最高可能要交到5.5亿美金的一个税 但是最终他们通过一个基金的操作 成功的只交了大概10%不到的一个税 第二个就是慈善基金 会给他们的未来赚的钱 也可以省掉很多的税收 比如说Zagbook就曾经宣布 他会把他未来Facebook的股份 Facebook的收益99%都捐给他自己的慈善基金 你知道这样做背后的好处是什么吗 就是未来Facebook产生的所有的收益 本来是要交一个很高的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 但是因为资产已经转移到了他的慈善基金 所以他直接可以享受到慈善基金的一个低税率 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看到了自己成立的这些公益机构 由于没有市场的一个竞争 所以工作效率非常的低 而且非常容易资深一些腐败的问题 所以非常鼓励民间的企业 来成立自己的一些基金会 只要你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 你基金操作带来的收入 只需要交很低的一个收入税就可以了 这相当于是给慈善基金的一个优势 最低只要交1%的一个收入税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的富人就通过这种慈善基金 把自己未来赚到的钱 这个收入税大幅的降低了 但是这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理 即使我把所有的钱放在了慈善基金 我又不能享受到这里面的钱 我又不能用来买吃的买喝的 我看得到 但是我不能用 它有什么意义呢 富豪可以通过大量的方式 把慈善基金里面的钱拿出来 比如说通过高额的一个工资 也可以让自己拿到很多钱 当然绝大部分的富豪要的不是这一点点好处 他们手上的钱已经够他们这辈子花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可以用基金去投资自己看中的一些项目 导致这些富人的财富可以持续的传承下去 那么未来就可以让他的子子孙孙 都可以在基金会里面担任重要的职位 享受所有的福利和待遇 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个土豪家族 洛克菲勒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他的自己的财富 6代都可以慢慢的传承下去了 除了基金会富人深知 想把自己的财富真的要传给自己的子女 必须要让自己的子女拥有一定的社会人脉 拥有一定的技能 知识 还有自己的见识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给他们一个非常良好的教育环境了 我们看到很多富豪 经常给这种一流的名校进行大额的捐款 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只要你捐的钱够多 基本上这些什么哈佛斯坦福这些大学 你想进哪个就可以进去 他们的逻辑是常年赞助这些学校 然后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大学里面去学习 然后在他们毕业之后 再让这些子女到基金会里面 接论自己的重要的一些职位 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社会地位 他们的人脉 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资本 都慢慢的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了 那么为了治理这种现象 防止这些土豪 就利用这种慈善基金 回避掉大量的遗产税 美国政府做了一个规定 作为一个慈善组织 你必须每一年 要把自己5%的资产捐出来 按照这个逻辑来讲 是不是20年慈善组织的钱 就应该捐光了 但是这个逻辑在富人的手上 根本就不是问题好吗 对于资本方来讲 每一年平均5%的回报率 简直太简单了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赚到 像巴菲特那样 什么20%几的回报率 只要保证基金的资本 回报率在5%到10% 那么慈善基金体积 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慈善基金的这一套玩法 究竟是由谁发明的 我们就不得不说 美国一个重要的 钢铁制造大王 卡奈基了 当年卡奈基可以说 是全世界一流的土豪 但是他死之后 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 就是把他所有的财产 毫无保留的 捐给了社会 但是卡奈基这么做的初心 其实是好的 因为卡奈基当年跟他父母 一起到美国 过的生活非常的艰苦 白天要做童工 晚上要读夜校 但是他运气比较好 认识了一个陆军上校 James Anderson 这个上校 让卡奈基免费的 使用他自己的一个图书馆 卡奈基非常的感恩 而他死的时候 留下了一句名言 叫做一个人 如果死的时候 拥有巨大的财富 那就是一种耻辱 于是这句话 就成为了西方世界里面 土豪的一个潜规则 是不是每一个西方的这些富豪 去捐款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阴谋 或者就是纯粹为了给自己 省更多的一个遗产税 也并不全都是这样的 就拿比尔盖茨成立的基金会来讲 比尔盖茨承诺 在他去世的20年之后 他的基金会会用完所有的资金 彻底结束基金会 现在比尔盖茨基金都会给公众 公布详细的账目表 并且欢迎外部人士进行监督 在成立的20多年里面 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在各种疾病 还有在教育改革 在很多国家 都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另外巴菲特也承诺 在他去世后的10年之内 就会把他的资本全部都捐出去 我这边其实并不是要帮这些 捐款的富豪进行洗白 而是想告诉大家 这里面有一些捐款的人 他是真的带着善意去捐款的 为什么 因为马斯洛说过 人类的需求 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当我们解决了一些温饱的问题之后 我们就希望融入到一些组织里面 得到一个组织的归属感 我们就希望别人尊重我们 当我们这一层的要求 也可以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到一个更高的级别 就是追求自我的一个实现 然后可以把自己的价值更大的发挥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他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什么 开什么汽车 住什么豪宅 而是非常乐中于去帮助周边的人了 我对那些 就是对慈善抱有大量的戒心 或者就觉得那些土豪都在骗钱的人 我感到遗憾 因为他们错过了看到世界美的一面 现在的慈善组织的发展 已经跟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因为今天的这些慈善机构 发生的竞争很激烈 我自己和我的同事 都会给我的微信捐一些钱 我去了我的微信的网站上面 我就觉得它特别的有意思 你看到你捐出去的钱 就不是什么捐了几十块钱了 而是你可以看到原来30澳币 就可以买到一头山羊 养活非洲的一大家人了 然后5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片水塘 然后在水塘里面养很多的鱼 原来100澳币就可以给到一个家庭 带来那么多的食物 会让你享受到捐钱的整个过程中的喜悦 如果你也想做一些慈善 或者想捐一些款 你可以去自己搜索一些非常厉害的公益组织 现在有很多公益组织做的非常的棒 那么我也会把我的危险 组织的链接放在我们这次视频的描述方 另外如果你想要给这次郑州河南的大水灾捐款的话 我也会把这两个链接一起放在我的视频描述区里面 可以给我们这些灾区献去一点点爱心 除了捐钱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到这个世界 我一直推崇的 就是去分享我们的过去的一些经验 和你拥有的一些知识 当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发现你把你这一辈子学到的知识 拥有的一些经验都一起带着离开了这个人世间 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呢 所以我一直鼓励周边的人去分享 分享你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积累的知识 只要你愿意分享就可以给别人带来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打造分享这本书 希望让更多观看我们视频的小伙伴知道 如何把自己的分享的影响力提高 成为你未来生活事业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如果你想了解如何免费的领取分享这本书 你可以点击我们视频结束的卡片 或者是我们视频描述区里面的链接 了解更多的一个详情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视角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另外打开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我们下次见